潘倩倩此雄莫辯模仿华仔女生男生被夸笔原唱好 声音是不是很像但这个模仿华仔的人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女儿生 24岁的潘倩倩来自山东从小就有歌手梦但因家境贫困 贴心的弟弟为了成全她坚持留在家中照顾爸妈 让姐姐远赴异乡打工远梦 去年底她终于踏上选秀节目舞台 初遇美水壮 人眼波人间 暗得海平美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这段影片吸引超过46万网友点阅有人赞他 哇 唱得比原唱好耶 经过不让徐骗 更有人直接高呼 他独一无二的嗓音还吓得评审黄书俊直问 请问你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你特意去学男生的歌 不是可以 要很贴手的 听到没有他讲话可女生了 但唱起歌来天生的中低音也让他有了另一项才能 所以听起来很有男子气概 而且还有一点点刘德华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 爱也能莫法六德华 哎呦 华仔配奥利维T恤啊 好怪啊 他还会模仿这位男歌手 是说他有了女刘德华的称号后打遍天下无敌手 看音乐在节目年度总决赛中以压倒新胜利夺得冠军 演艺员让弟弟继续学体育的心愿 爸妈 我成功了 每个梦里 都有你当我 等等期待 一等重困的瞬间 苹果云南新闻 李宇春有对手咯 报导 你哦 MING PAO CANADA LANGポydOT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AB